我去成都是基于以下的理由 谈作人作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 他的罪行之一是涉及到512死难学生与豆腐炸工程的关系问题 我和公民调查在过去的八个月当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掌握着大量的事实 我相信我们的作战会证实谈作人是无辜的 他的努力是有事实基础的 我们为谈作人澄清事实是为每一个人澄清事实 为这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做出一个公民应该做的努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点数字啊 要把你换了 换了客戴 对啊 他怎么了他 他是来减肥的 目的不存 你觉得像能让吗 减不了了 你去那吃吧 话框里面走出来 那个锤布上走得来 may Allah κά tahuн里面走 你这样特地爆发一下 不要看啊 拜拜 没事 让我折了好几层啊 来 谢谢 兄弟 Cooper 来来 人家里晚上 母群你 Mai 你以令人晚上 √今年走 Eddie Temple 方玉瑙 你やって例外 好 ここ如此 你好 andere 不可以 疼吗 没有 证件 证件 你证件 给我 给我 513 515 513 515 这两件 没带 这 灯开 卡 还有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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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过去吧 神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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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把蹄花 一流量 就 杀猪业都不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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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很想来表达一下我对他的支持 如果允许我站在这我就站在这 如果不允许我会站在马路对面 希望他会看见我们 知道我们的心情 这边可以 对 他这个是夜间成都夜生活的一部分 他这个是什么样我刚才说了 坐坐坐 他是那个间边摊 什么样我刚才说了 就是跟性工作者 跟下班的媒体编辑 比如说夜晚出来的光啊 这些人准备的 我看你去 哈哈哈哈 还行啊 那是采访幸运会 哦 也采访你 哪儿匪最 匪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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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辛苦 辛苦 现在是 辛苦一步 这个你看 这个完全是福晶涛的升级版 对吧 福晶涛折腾这样的 好高 好吧 这个 真好 嘿 谢谢 谢谢 magnus 虽然 虽然 谢谢 谢谢 虽然 虽然 我费飯 谢谢 我的虽然 虽然 我费杯 对吗 中午一起做个饭 再见 再见 好 明天见 各位 做个好风 找我吗 是找我吗 你拿着 你拿着 是不是找我 你们干啥 没干啥 是不是找我 你抓着 是不是在找我 你拿着不算 你都能找 你们找我 我把紧找他 没有 放紧放紧 放紧 不是 报警 别着急 报警啊 报警 怎么了 报警 搞日子 我一看他们就不对 你知道吗 这两个都快 他刚跟我说报警 我擦你大爷 你看 拍这么慢 拍 拍 拍着呢 你说那个白色 对对对 不是他们从里面出来的 从哪里出来的 出者里面出来的 干嘛就 他们干嘛 干嘛在这儿出电的 不是出电的 他们说不是 对 他住几号房 他住几号房 我们住的客人 我们都是有 他住几号房吗 住几号房就不清楚了 他住几号房 他住几号房就不清楚了 他住几号房 不是 我今天没有登记的 不能过问这些 我们是登记他房 我知道 那么他什么时候出来的呢 出来的是 凌晨40 40 50到40 待了50分钟 就不是这客人 不是这客人 这我一直都没有 这只有等一下掉监控 只能掉监控 只能知道 因为如果他到前台来过的话 这边监控是有的 可以看一下 反正他当时他进来的时候 有两个人 一个坐在后面 一个在 一个是司机 司机是肯定来了的 对 来了就是进来过 对吧 嗯 有什么问题 没有 没有 睡觉 他会来吊一下吗 还是不吊一下 让我看一下 他来吊一下吗 好 好 这样子里面发现楼面 你们该睡觉 睡觉去吧 我 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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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事 这么大事 要不要再一个 好 有一个 在哪里儿呢 有吗 咱俩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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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有啊 给你 给我给你 给我给你 有吗 有 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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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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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现在做一个 要求你,要求你 要求你,要求你,要求你 要求你,要求你,要求你 你以什么来提出这个要求? 我以为我警察的身份 你警察身份怎么能要求我们所有人在那里待着? 你凭什么? 凭什么法律,哪一条? 法律赋予他的权利 哪一条?法律赋予他什么权利? 法律赋予他权利,一个公民 会受他的限制吗? 哪个法律? 一个没有罪的公民会受到他们的宣证吗? 公安机关的检查 那公安机关要配合谁呢? 公安机关要配合谁呢? 负责人是不是对公民有义务 去尊重他们的权利呢? 现在就跟你讲你陪我背后 就是现在开始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你不关我身份 你不需要跟你说 那不可能啊 你一个人问我,我就给你回答嘛 对不对? 我都不需要跟你说 我需要看你的身份 我需要看一下你身份 我刚才说 立行检查怎么能带人呢? 他不陪我见他 他不陪我见他 我讲你回家 我都问一些问题 我必须问你 不陪我就打这 你太粗暴了吧 到公安去驾 咱为什么要等我去驾 立行检查不能带人 带人要有批补令 你自己在这 你自己在这 你正在这 你都觉得 你自己在这 你自己费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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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选择 回家 你自己费个人 你自己费个人 这个人家的 嗯 这这么能够进去了 可以进去 可以进去 对啊 我这来要别上来一次 这不像不能进去 不像不能进去 不然你不带手机 对 偷偷把那个路约笔什么 没收 嗯 情况啊 那个房间的情况啊 情况啊 这个 这个锡的话没拿 嗯 对 下面我们别在进去去带着 嗯 可以到别的去带着 对 是意思吧 不晓得 对啊 我也不晓得 我经常有这个区 把我赶到这个区 没关系 你进了你的努力了 我们不过就是进个努力而已啊 对对对 我想问你一下 我们扣我们的五个人放了 我都在 我都在 他们跟我问一下 出事也不 可能我也问不到 因为我出事也随时 他们没扣牙到哪儿了 也不像口一样 我也不晓得 这个人被你们带走的 你不能说你不晓得在哪儿 对吧 你要索 你要索 你想得送我也可以 对对对 哎呀你又是这样了 你这个搞自己 我刮得很 心里糊涂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我也不会去监狱 是吧 你这个 你这个做事一点成余都没有啊 是不是我们有人不在了 我肯定要问这个人 你带哪儿去的 你说一个地儿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是成都人 对对对 他哪里呢 扣哪了呢 正常的正常的 但是我一说 我能够跟你说 我可以就说了 就是不愿意说 那就不说呗 这事儿 那我们就不问你了 好吧 不得死吧 慢慢说好 这个账应该是景框公司的吧 大半夜都你们扎起来 然后现在又没有事儿 让我们走 还在里面把你们弄 那么多东西给你们拆换 一帮流氓了 希望能够把证人名单显送过去 明天正与交换照常 说明天只有一天时间了 我们得帮你通知啊 通知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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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好容易 气点来中才到的 那个朋友 这个法官下的就那个林晓 是 从头到尾就不敢看我们两个的赢 男的 那谁啊 那谁啊 啊 然后我们把名单给他了 我们把名单给他了之后呢 这哥们 这哥们一溜小跑 捧这个名单就往楼上跑 七点多了就是 我们打算说 刚转那个角 也就有分钟 就有点电话 说你们还得回来 真不好意思 我为什么还回来呢 说你们得把这个 关联性清楚 你们这三个证人想说什么问题 我记得给你的那个证人 上面写的就是 用你抽签来干什么 我说要证明这个 豆腐杂工程和死难人数的 关系 其实我觉得对您这个 你们几位的这个 这个特别重视 还是我觉得因为他们可能 要防这个 因为你就是调查 你就是志愿者的这个 这个什么嘛 你就做调查 可能会担心这些人找你 就是 庭审结束了 因为他还没有发判决啊 因为他还没有发判决啊 大约两个半小时 嗯 嗯 折胜就是他收了王先生的一些邮件 接受了这个 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媒体的采访 这个状况就是我觉得我 我也我也当了这么青年律师 也打过无数的关子 我没见过这种 这种这种 就是完全不让我说话 就我们几乎 对就是非常不愿意听我们讲话 然后公诉人的也没有 就是我说话他会打断 他会 他会帮我归纳 然后我还没说他 他得和他听懂啊 我们也跟法庭讲了 我们会就本案审理过程中 所发生的这种 违法和亡法 还当前被告人 就是被告人 就是被告人 和那个叛徒人权利的行为 向有关部门通过 正当的途径来去投诉 其实我们是想说呢 像谭多仁和爱先生这样的一种 一种努力呢 他等于他们在做政府 没有做到的事情 他们在去试图呢 来做政府 千方百计掩盖的事情 而这个结果呢 对于我们这个民族 地震和天灾中间 反思制度的创伤 是非常有价值的 并且能够证明 探索人对于这个教育体制 和独裁专制的这种 导致的教育体制的指败 乃至呢 这个豆腐炸工程 和学生大量死亡 这些事情呢 应该说都有非常明显的内心 但是昨天下午 六点来钟的时候呢 能够告知 所有的证人都不能出听 是因为他们不同意出听 他们批准的问题 但是按照我们对于这个 刑事诉讼法的理解呢 应该说 被告人有举证的权利 我们可以安排证人出听 然后呢就是说 法院呢能做的是 帮我们通知 我们也告诉他们 这几位证人 都已经到了成都 不存在通知不到的问题 艾伟先生从北京过来 他仅仅是一个 我们邀请的证人 并且你法院 还没有同意他做证人 法院既然没有同意他做证人 他等于是以这个管案 他不能够进入法庭 他没有什么其他的关联 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人 和他的同志 全 关在法庭里面 我听到艾先生跟我讲的 我觉得很吃惊 他问你们怎么证明你是警察 警察居然用把这门 踹开的方式来证明 我就是警察 我用这样的方式证明我警察 你凭什么来抓我 这也是他的发问 那么这个发问的过程呢就是他 他被打了一拳 而且他居然没发现 这个拳是怎么打出来的 最后呢没有任何人 给出任何解释 我们在庭上已经讲过呢就是说 对内对外对死难家长 来公布调查情况 公布建筑校舍车辆是否 这个是豆腐加工程 这是温家宝总理对全国人民的承诺 也是对世人的承诺 我们在一个信息公开的时代 我们有权利知道 我们有权利知道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 我们也有权利知道我们的 我们这个政权是怎么在运营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该怎么算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审判 让人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失望 这次的审判的所有的安排 都是与公开公平公正背道而驰的 事实上来讲呢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正式传的证人 如果说被法庭接受的话 他们完全不能受到任何的骚扰 他们应该保证在一个 一个对事实做如实陈述的情况下 他应该受到保护 那我们现在对证人的保护呢 是保护到一个他无法完成作证使命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是保护还是什么 这是一种骚扰 这个骚扰是一种非常粗暴的方式 怎么圈户你啊 是习 习啊 习 老婆也怎么称呼 姓刘 刘 刘彦平 刘彦平他怎么了 不知道啊 他现在被警察放了派出所去 那您今天来是想 我要见到他本人 问问为什么要抓他 好 你哪位 不是 人家连卡都不得卡 人家收下一个 我们刚刚到西安路派出所 金流金流派出所 好 谢谢爸 谢谢爸 我是北京来的一个律师 我们昨天早上 那这个是古典 这个等一下我们联系一下 比如抓了一个字叫刘彦平 这个是他的帐户 这个联系一下 我们没有负责这个事情 但是是里面别人抓的 我没有负责办这个 你要找那个负责办 你警官对不对 意思是这个 好 行 这个是刘彦平的帐户 好 爱人 我们现在正在电视厂 你给我打开吧 也有一个 我已经叫你交往了 对 您要有一个 我交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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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依据 咱们就谈法律 您拿到法律依据了 这个有意思 我也不知 您办案您说 不不不 我再办事 我再说你再补补补补 那你说算吗 对不对 您别这样的态度 我话都没说完 你就补补补补 不是 你说补补补 我话都没说完 那你说了算是呀 对不对 你好 你说了算 你别这样的态度好不好 如果你是这个的话 我们就属于十二条社区 社区都比方 你没讲到我马上去是十二条 三公共军 都打总队 因为抓灵州是你们抓的 你明不明白 出事个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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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着急 好吗 我们来解决问题 把一个人抓住 进来没什么做错吧 你不得变相的协助 我那个时候 检察院投诉里面 那个非法决定 你这种变相的非法决定 哎 小燕别着急 别着急 已经太多了 着急没有用 你是在跟衣服抢索 我们找一个人 我们找一个人 就这些人 我说你到法律团 那好可能不办公宣 如果等一下我回去 就像公安不投诉 我们在睡觉 半夜三点 把我们打醒闹起来 现在我们到公安了 他们也不敢不抓我们 你在这儿什么事啊 毕竟没把你打出来 毕竟没把你激了一回 就非了 你要在广州 他不是 他跟我说过 不是他的 他不是他妈带了别人 你应该会去 或者是什么 没有 我们会到分局去变人 或者是特别 对 对 不一定会 因为警察 还要把这些抗完 抗完 这样子 我们要嫁到 在那儿 我告诉你 你们到京友分局 发指过 虚国站 到哪个地方 京友分局 我现在过去 虚国站 在分局门口 你应该说 发指过虚国站 发指过虚国站 我把这桶拿给你了 这个只会长得 发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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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说 邱所长打电话给 徐科长约好了 我们是那个刘彦平 昨天早上被抓那个事 他叫我们过来 具体跟他谈那个事情 哦 怎么他又到那边去了 他不是叫我们过来这里吗 他刚才是 徐科长叫我们 过到那个 公文分局的 那你不能把 徐科长的电话 告诉我们 不然我们等会儿 跟他联系啊 你不能告诉我 你叫我怎么办 叫我独茶 找独茶是吗 不不不不 您是不是要我去 找独茶 那我只能找独茶了 没办法了 你们这样推来推去 这样的办事作风 把我们约过来 我都北京这么远跑过来 来了以后 都约好了 他又走 也就十分钟之前嘛 就回避 哎呀 我刚才说 是邱所长给他全约好了 邱所长明确告诉我 徐科长在这里等我们 我们又打车过来了 要不然你发指科 还有哪位同事 不是你发指科 现在还有哪位同事 你们有没有什么 局长热线呢 你是法师科 我来教你法院的问题 你怎么不接待我呢 那个地方还是少路啊 还有没有 找徐科长不在 就您接待啊 外头那个规定 肯定是你接待 这个就不要说 如果徐科长在 他就说找徐科长 徐科长不在 你就接待我们 听起我们法院的问题 记录下来 你反应个徐科长 你不能你在上班 你就说科长不在 您什么事都不办了 哎呀刚才那个 局的那个电话没拿 我跟他 直接跟那个邱飞打电话 他也说 那要这样嘛 您说徐科长找不到 我们就找您 找法治哥的同事反应吧 不不他跟您 好好好 行 不不我们就打124办公 不不不您啊 好 我要打124 他说我们进去 找他反应 对啊 这个还说 这个全部是你们的 局长规定 你去的 他要一件 但是不能够 我他敢下方你 你认识 好了吗 你律师上去 他你律师上去 不可能一个律师上去 这是他的 他是丈夫 我哪个学校要看我的证吗 那不可能的 您来我们一起征 你们只能是一个律师上去 不可能 那不可能 爱慰慰 对 慰来的慰 哦 好的好的那请进 有没有那么可以叫快餐吗 因为我们俩都是糖尿病 对 还没有吃饭吗 对 还没有吃饭吗 对 我们从4点钟就到 就在这折腾 随便给我们一点盒饭 或怎么样 好吗 您就是爱 喂 喂 喂 我一直说 发音很便宜 哪个喂 喂来的喂 我真正的是 受刘彦平的丈夫的委托 帮助他的律师 我首先要了解一下 他是因为什么原因 什么事 公安机关对他 采取了什么强制处施 一句是谁 一句的 并且现在已经连终违法了 好 好 您有没有要说到哪 我没有 我就是证明爱先生是我的证人 他的团队是来帮我作证的 但是出现这种情况 不关我的作证 没有能够完成 而且呢这个 整个的这次围绕的谈刀案 原案的庭审 成都的警方呢 在全力以赴的去骚扰这个法庭 并且呢就是说我想这十几个人被非法拘禁 包括爱先生下午两点都能放 这个过程也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成都市的公安需要就此呢 来说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你们是奉谁的命令去做的 嗯 好 这样子 各位老师哈 因为这样刚才你说你说 我说中央管生会不知道你的案子一样 你们刚才反映的情况 我都记下来过 嗯 我建议 嗯 给我一段时间 我就了解一下 好 嗯 多长时间 现在人在里面我觉得 对啊 人在里面没有任何法的诚实 你别往后 你公安机关责任越大 咱们公安机关肯定很懂法的 限制一个人的明星自由 没有任何说法 不要着急 为什么第一个公安机关是很懂法的 你说的对 第二个 责任问题公安机关也非常清楚是什么责任 不管他任何责任 你只有法律程序你给我吧 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公安机关是非常清楚的 对啊 所以说呢 我说你们这个事情我来了解的情况 我了解一下 想问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 嗯 我说尽快 关不关人 是现在你们自己的一个认识 对不对 你没有任何法律程序 你把你认识应该告诉我 这样子的 你应该当时关的时候 他会复这个责任的 不对 你关的时候就应该告诉我 而不是关完以后发现责任 知道吗 这个情况我要先去了解 因为 你不能关了人再了解吧 那你为什么不关我再了解 你现在关我了解 好吗 你 不就像什么逻辑 作为公安来说 这个人没罪 你关了他再去了解他情况 那个找法自能啊 那个人咱们都懂法律 那个谁 小让我说一句话吧 我觉得这个政委这样 就是我们在这坐等 然后呢 我们等到你 越快实际上越主动 对 现在人关在里边 这个关在里边的时间 是连续计算的 你像我们这个王主任 我专门把你们请到的 最下班时间了 你也知道 国家机关的话 下班时间我们去调查 这也没人的话 所以我建议你们 你们能半夜三点抓人 你们只能够把我们这事办 出去休息一下 不要在这机关上 我觉得这样 我们就在这 这还有个内观传规定 是不是啊 我们这些人不会破坏这个 你们 是不会 这个道理不用讲了 你要是办不了 我们去市局 我觉得你们有点宣评夺 为什么这是国家机关 我现在调查的时候 请你们在门口吃顿饭 你们也能吃饭 只有你说我调查了 我离开这地方 把你们这些人 留在这个机关大楼里头 我觉得作为任何机关 这都不妥的 你们可以派人来判的 对嘛 都没有判的 第一个不需要这样的 你已经把我看过 十一个小时了 你可不要告诉我 不应 你看过我十个一个小时了 我只能说你又转换了概念 我说现在 而不是说其他事情 就是你其他时候 想看的时候可以看 不看的时候你可以赶走 是吗 你不要扩大 你不要扩大 我现在请你们各位到外头 一个是修整一下 把饭吃了 给我一段时间调查 我们不会吃饭的 这个是你不给我们一个回答 不会去吃饭的 这个你也别抱这个幻想了 好不好 吃完饭又怎么样了 他不敢办 不安装大门许是开的 我今天我直办 不再跟你说 但如果解决不到问题 我们在这是没有理解 但我调查完了后 你可以过来打电话 看我在不在 我不会说你第二次 因为第一次来 是我们每个机关都有 那这样 我记一个您电话 记录规定的是没有 然后我们一会儿出去 行吗 我记您一个电话 一会儿我来问您 到底是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 第一个 我们的电话也不是随便给的 当然我理解它 我不能说你不解决问题 我就不走在这块 就是说的话 及早防着就无理取闹了 对吧 我那时候给我一定的时间 下去调查 千万别说我 你不调查 你不调查我就不走 非要在这块 这个调查 调查可以调查十年的 你怎么调查 这样吧 我调查十年就呆十年 郑委 我出来跟你来说你就可以了 你调查十年我在这呆十年 听着了吗 这叫不叫无理取闹 你爱老师有知识有文化 你不说你不做评价吗 你不说你不做评价吗 你这无理取闹是不是评价 事实摆在这儿 这是事实吗 大家听到了 大家也听到我说的了 所以爱老师 说任务还得有依据的 我们确实不相信公安机关 我们非常担心 我们出去之后还能不能进来 加班走 这个开玩笑了 那我们去市局更不行 我们已经跟您说过一次 再往上交矛盾没有意义 这个问题不解释是不行 你回地的老师 我没找工作也没意义 我也确实想解释 我不想我把任务 这位是谁啊 没事他们在 是谁报一下名 您是 说一下吧 那个油油油油油 你没身份啊 经济公安分局法治科民警 你被选 他是法治科 也是法治科的是吧 你们知道昨天抓人的事吗 因为我觉得如果抓人的话 过了一个时间 都不知道法治科来说是可以 您是 您是 现在是我们正为在给你们解答 具体情况 我不是太清楚 我在这边值班 你知道什么情况 你知道情况 你说一下吧 我知道的情况 我会告诉你 好吧 我会叫更加清楚 具体清楚情况 来给你们做解答 清楚没有 好 你叫他来吧 我们其实来也本来是想找法 他在来的路上吗 我会跟你联系到最清楚的人 他是在来的路上吗 你开始联系了吗 你要听上面的命令 你才联系 还是你不能联系 还是你联系不到 你联系了吗 现在 我问的是白话 普通话 你这个不够清楚具体情况 但是你清楚一个大概情况吗 大概清楚 比如说抓一个人法治科 需要办手续 对 是不是行政违法 我昨天在这个机关里面 只办是处理全局的另外的很多事情 就单独没错 这件事 这件事你是不知道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不便回答你 我因为我不是很清楚 这回答非常好 让清楚的人 你一说这个 我们连根本问都不会问的 谢谢 就是对老百姓是不要常塞 不要这个 含含糊糊 这样不就清楚了 我们会多问你一句吗 透明一点 公开一点 什么事情都非常好办 明白了 明白了 没有什么事不能公开的 凡是不能公开的事一定是肮脏的 喂喂喂 我们王主任人把你从门口请过来的 茶水给你泡起 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的 把你作为为师 你反应问题我们认真的接待的 但你从刚开始到的分局到现在的态度 你有点过分了 我说了我不清楚 是 第二个 你可以不行 我们的法治科的民警说了 他不具体清楚 对 找个清楚点的 我们特别不希望跟不清楚的人说话 那我这样说 你觉得 侮辱我了 不清楚 我说我是不清楚 像你今天运气好了 碰到我今天值班了 也不然 我作为值班领导 我接待你是我的职责 但我不是说你侮辱的 侮辱 侮辱 侮辱你什么了 请你刷处一点 什么你不清楚 你不清楚 唐三 你推诿 我早已视觉 这叫侮辱吗 这个词叫侮辱吗 我在认真的接待你 你不清楚 更清楚的人在路上 然后我们要出去 我们出去干什么 我们出去之后 我们还能进来吗 我们从派出所进去之后 就告诉我们 这边会跟你说得很清楚 所有的事情问法治科 是吧 都清楚 然后来了之后你不清楚 所以说你没有诚意 另外政委呢 请别怪我们 对公安机关的不信任 我们都是跟国保 跟公安常年打交道的 为当事人 也为我们自己 我觉得谈购人是个好人 艾未未调查 死亡人数是个好人 可是你们公安机关 都在干什么这么些年 一直在抓受难者 我是唐山人 我身边有很多人死过了 在33年前 汶川地震 四川地震 你们是受害者 我们当时是牵挂的 温家宝承诺要给一个答复 但是没有 然后谭作人调查这个 还要被判刑 还说他山中颠覆政府 然后我们来传唤他出庭 请求通知 法院把我们的名单骗走 然后就为了抓他 你说这像话吗 到这个时候 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此情此景 人心都是肉掌 希望能够理解 希望能够理解 非常希望能够理解 你看他22次被你们四川的警察 把抓起来 他底下的志愿者 今天就是刘彦平 这样子 非常非常的重心 你说一些我头一次听到 对 第二个这些情况我也不清楚 等等 政委 你要说你的公安机关没有进行过 打压受害者的这样的一种上访活动 我不信 你听我说的好 真是不信 真是不信 你要是这样这个话题的话 我觉得真的就不要说了 你要说您解决不了 我们真的可以走 你要说我就不解决了 我们现在确实就可以走 你要说能联系的话 我相信你的效率 我们稍等哪怕十分钟 你就能问清楚昨天抓没抓人 放在哪里了 你问派出所长他肯定知道 来了 就是目前的另外有四川 这那个 我跟您想 好 你走之前能解释一下 你叫的人来了吗 了解情况这个 不是我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 哎呀你别溜我 作为公安机关 是你刚才给我们答复的是说 你招了一个懂这个 知道这个事情的 马上就到 我们孩子谈这点按键吧 就是说把一个人抓住 今天第一个人 有没有外到什么 是这个话不知安 你现在正我说这些 那我消息一说呢 我向哪个说我向你说吧 我肯定向您反应啊 你想反应要调查 你现在非要的 给我时间调查都不给 那您给多长时间调查 我这样我做的 你说嘛 您要给多长时间调查 多长时间调查 第一个看我调查情况 我不知现在这个案件 是刑事案件还是治安案件 我们最起码要有个说法 对吗 这个要求您 如果说我们过分了 那就说不定 还要等个调查 因为对一个电话 那个了解 您就问清国长 抓他的时候 有没有履行法律程序 给都给相关的嘛 如果给了 加出来了 你给我们 我们就往这法律程序走 也不会向哪个部门去反应 您说有道理吗 如果能尽快把人放了 理解人媒至极 所有的问题 还有回血余地 因为这个情况 我不清楚要调查 在不清楚之前 我不准备的 我也不好说什么 你们把一件很简单的事 做复杂 你们把一件很小的事 做大 这就是你们每个人不负责任 但是又想把别人 拦在你们这 不让上面的人来处理 这就是你们的 你们的所有的工作 就是对上面负责 对下面不负责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刚才你说呢 公安机关 执法呢 都是要有依据的 也依法办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愿望 马英九讲 这是个愿景 是吧 这个愿望的实现呢 我觉得既有赖于我们的 这种较真和维权 也有赖于警察呢 能够讲道理 能够提高素质 但现在问题呢 我不认为警察的素质 就已经坏到这个程度 而是因为他们奉命这样去做 而出来 一说呢 就是上边 上边是谁 今天我们就是要问出来 这个上边究竟是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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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律师吧 我是律师 他们呢 他们是啥事 我也是律师 他那个是被你们殴打的当事人 被殴打的当事人 对 被哪个殴打的 昨天早晨三点多 我们去安逸酒店抓人的时候 艾薇薇 世界著名艺术家 艾薇薇 艾薇薇 刚才我也就了解了个案情 先说这件刘艳薇的事嘛 对对对 请你们三位回避 我不能回避 因为他是我的工作者 你不得权力 懂得没有 我作为这个 就是一个自然案件 刚才市局还跟我打电话 就是一个普通的自然案件 而且他这四官局都在进度 不关他们的事情 进去公安分局 作为县级公安机关 完全有能力自主解决这件案件 是这样 你们三位 与刘艳薇这个事件 不关 请你们回避 我不得必要 跟你们谈不着 这样 好吧 您贵心 我姓徐 徐是吗 徐科长就是你 徐科长就是你 是吗 他一个所长 让我们找的就是您 对啊 所长说得您越好 让我们赶紧过的 我们来得从六点点到现在 全区那么多样子 我到现在也没吃饭 当时越好都没有 当时他给你约好了没有 只是跟我的副手联系了 这人家可能有点偏差 你是干啥的 他是我助手 记录这个事 他是我的助手 你等一下我再跟他说 这个我公安机关不得比 跟你们联系这个 你们是啥意思 助手是啥子嘛 助手你不懂是啥子 助手跟这个事情不是 不是我再跟他说 我接到你们是啥子 你现在不要装着这么差异 我们在四个小时约你的时候 是你说十分钟就到 我们赶到这儿等了你四个小时 你进来应该首先道歉 我坐在哪里 我问你到这儿 你约我们到这儿 我们到了这儿 你不在 你不说你没错吗 是哪个跟你交的吗 哪个跟你交的吗 你要我把 你要把 丘所长 你要把丘所长叫来吗 那你去叫 应该我叫吗 还是你应该给他打个电话 我个意思 我没有亲自跟你说嘛 哎呀 你是这样的态度的 我现在不是态度 你是啥子 我再问一下你的身份 你是市局的还是分局 京阳公安分局 发自多扩张 那刚才我们的女政委说 市局的国保要过来 他们打电话给我 我就跟他们回了 告诉我 你解释得很清楚了 作为一个普通的治安案件 京阳公安分局作为县计 公安机关完全有能力 那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昨天晚上夜里三点钟 你们砸开我们 前天晚上 然后把我们勘了十一个小时 同时打了我 这是什么案件 你是说的另外一个事情 我先说这个事情 但你们两位先回避 他也不能回避 他说我代理律师 他也说我代理律师 怎么能够 你这是警官证 对警官证也亮一下 这个我觉得这样说 就没意思了吧 你就等到这程度了 你别打官腔好不好 对 最好不要打官腔 你不要在我们这儿打官腔 知道吧 我们这是不吃这套 我从北京来这儿 会送你这套吗 我也不是你来一套 对 咱们就亮证 对了咱 看证 什么叫什么 徐杰啊 徐杰 警号是什么 没必要搞事 警号是什么 我该不该 我该不该合适你们的身份 该等等 我该不该合适你的身份 该啊 徐杰警号是什么 警号是什么 今天是你办案还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办 看一下我看一下警号好吗 看一下警号 他是你的证委他你上去 我看一下警号 你的证委不是你这种工作做方 知道吗 来 你给我看一下警号好不好 懂不懂把119 我看一眼 你说不就没用 拿过来我看一眼 我看不清我 我看不清我 徐杰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 金牛分区 008 119 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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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没喝酒吧 不要 你是在替人民指示法 你为什么把自己搞得歪歪扭扭的 对不对 你只对你的上司负责 还是对人民负责 我们说事情 你不像个说事情的样子 只是我不是怪你 我觉得证委可以做的 我一直是在试图解决问题 我们等了你四个小时 不能这样说话 这个事我跟你我跟你说 你不要跟我打官枪说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治安刑事案件 刘彦平没有什么犯罪的手段 没有什么犯罪行为在这个地方 咋个刘彦平又扯到你头上 我先分清楚你给我坐下来 你先把我的事说了 说了我的事我们吃饭 到底是啥子啥子是 你先说我为什么在这吧 你刚才不是已经了解了案情吗 你不是了解了案情 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吗 我叫艾薇薇薇 昨天成都出了问题 我是谈错人案的便会去 艾先生和他的助手刘彦平 是我请来的证据 然后昨天早上 在你们金牛区的辖区之内 在他们住的酒店里面 然后他们被三十多个公安和国保 可能有国保或者其他的人 有国保 然后破门而入 艾先生被打了 刘彦平被抓了 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手续 这是他的亲属 今天本艾先生他们从北京又回来 昨天回去了 今天把他又回来 又回来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个人感觉来讲 就是说不要因为这种 官僚主义或者其他问题 把小事拖成大事 这事不是你能负责负得了责任的 是 我也觉得你还不知道这个事情的行为 你到这来就跟我说 确认手续讲程序 你们早上破门而入的时候 怎么不讲程序呢 对吧 你这样子说我现在是 我觉得 你要是今天 你说我说我付不起这任党 你 你 你六点钟就应该在 因为你的所长告诉我们 来金牛 徐科长在等 就是你 他能解释一切 这是你的 成都公安就这样做 成都在乱也是共产党的天下吧 肯定是 记住这一点 肯定 你知道作为一个党员 应该怎么对待人民群众吗 他不一定是党员 你还没问 我们不要问这个事 可能是党不党人事 无所谓 估计是 现在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们过来就要解决问题 您一来之后呢 首先把它定为一个 普通的行事案件 治安案件 治安案件 我就说一个女孩子 三点钟在半夜里睡觉 能发生什么治安案件 能几个人 十来个人同时发生治安案件 你不再次求人 你听我说完 我听我说完 你带不带你个人票 他带了两个人 我是来解决问题的 我就算深属 你手下解决问题 你要有三分 你这个地方不是在出警 今天没有治安案件 今天是一个要求会见的案件 对 要求解决问题 我们要求你给法律完书的 这个 你就是治安拘留 你也有个治安拘留的决定 现在我跟你说 你现在把它关到多少床 刚才已经采明了 对对对对 你采明了我就会跟你答复 给家属答复 可以 按法律规定 这个事情我就肯定给个答复 对不对 至于你们的事情 你们的事情 可不可以分开来看 我现在是这样 我跟你说 我们要真想解决问题的话 现在你就假设我们都不在 刘晓元也不是律师 你跟他这个老公 该不该说一个手续 肯定该 说吧 我是最想知道的 你们无全知道 他要求我们知道 我可以让他们知道 他们要求我知道 这个方式可以 这个律师应该情绪一个 我们担心他一个人在这有危险 对 你们如果能抓他老婆 那也能抓他 刚才我认为问题主要是态度问题 你做的不该这种态度 我哪个态度吗 你看你 你所有的话全都是反问题 你就没有依据平和的话 我现在是 如果是按照身份合适了 能说普通话吗 身份缺失了 能说普通话吗 会说普通话吗 能说吗 如果尽量的话 你问一下就是 这个问题你会说普通话吗 仅仅是真的费劲 你说过普通话教育吗 普通话啊 对 没事就这样 这个跟我的工作有没有关系 我就问你一句话行吗 你受过普通话教育没有 我们只说事情 说是 你事情不关系 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听懂你的话呢 这个交流起来有困难吗 是吧 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现在我跟你说困难的还不在于语言 方言我们也勉强听得懂 困难的就是我觉得公安机关抓了人 居然不敢承认 打了人都不敢承认 我说了不敢承认吗 不用你说 公安机关四十个小时没有承认 没有过任何通知 还有你说吗 别介意啊 我们来这儿都坦荡荡的 别把我们当贼 我们今天来 是要解决问题 我要是要解决问题 第一个嘛 这个爱先生被盗 是吧 爱先生被骚扰 被骚扰做的 这是一个妨碍诉讼的行为 已经不是被盗 这是一个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 被骚扰被盗 另外是这样的 我再说一下呀 这个整个的抓人和打人的现场 包括参与这次行动 是派出所参与的 是你公安机关的下属单位 你让我去派出所到 西安路派出所去办案 是秋所长带人参与 一起配合的 这个你晓得公安机关 还有办理人家的程序 在行什么 我知道有程序 但是昨天晚上的程序是什么 接受报案的单位 应该是书记派出所 我能去派出所 我能去派出所 所长干的事儿 我能去派出所到案吗 这事儿我给你说清楚今天啊 解决不了 如果你不解决 我是不走了 你得抓我 知道吗 那你事儿就更大了 知道吧 我跟你说清楚了 你听清楚 你别给我玩滑头 在这里 滑头是玩不了的 你也要注意一下你的措辞 注意措辞 你也要注意一下你的措辞 我们这个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不够强 但是我跟你说 他比警察的法律意识强 你这个比较 不是你这个警察 因为你搞法治科的 你是 你应该大学毕业吧 学过法律 那我觉得我们在法律的层面上 谈问题可以吗 别推唐 不是你的责任 我到现在在为推唐 一直在推唐 你到现在没说过一句正经话 我代理爱先生向你投诉 至少西安路派出所全体干警 从所长到领导人 邱所长我们知道一个姓 其他的我还不知道 给我们一个投诉记录 好吗 说明你收到了我的投诉 你不能写在这个本上 这个投诉这个东西 谁管下班了 又等四小时 那不行 真是 我告诉你嘛 你应该了解警察内部的这个投诉告成 我不了解 我不了解 那我可以告诉你 你告诉我吧 投诉呢现在就一个叫 我们失去叫机位 你给我一个电话 然后我们马上派人去打那个投诉电话 分局叫独察队 哦 哦 投诉电话不保密吧 投诉电话不保密 你就投诉这个行为 我跟你讲 我已经因为那个说的东西 发生是年轻的 对不对 不是你说是没有意义是吧 就是你承认昨天确实发生了这个事 是吗 你现在不能答复你有没有这个事情 你还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事 那你了解了什么 这四个小时 这个 你呀就是一混混哪 你能说一句人话吗 我在 你作为一个 法制科的人 对不对 你说你 你说你 等我们这么多时间 你说你完全 你说什么都无意义 你现在 已经查清没查清楚 昨天在那个 安逸158 就是在父亲西路程度中院 边上那个酒店 在早晨起来的时候 凌晨 到中午期间 发生了一个非法拘禁的 这样的一个事件 知道吗 你了解清楚了吗 好啊 对他 对他和他的十个志愿者 非法拘禁 空子不能走 不让我们离开酒店 警察没有任何道 警察在走到那边 也不管任何手续 对 你们都有录像 你可以放一下录像 当时都有录像 你们一直在录 咱们不要装傻 装傻呢 你的人格就低了 你这是 我们尊重你的人格 你不能这样尊重你的人格 就是 昨天早上这块 你有没有能够确认 就是刚才你了解的情况 发生没发生 在安逸酒店的报案记录 因为他们打了110 110 110当时因为因故没有出警 什么故 我们不才知道 但是报案记录 110的所有的报案记录 是都有的 他们打过110 你自己打过 我打的 他们说我们的警察在哪 这个记录 现在能不能调整 这个记录 我们作为律师 可以了解 这个110的 他的报案记录 如果他 3 3点 20 20 20 你了解昨天上午的情况吗 昨天凌晨的情况吗 和昨天上午 他们被控制在这个酒店 包括刘燕萍他们被抓走的这个情况 你了解吗 刘燕萍的事我先不说 你先和他 就是你现在你们的数据 有多了一行非法居行事的意思 那如果说没有合法首席 我只能理解为非法居行 不是为非法居行 我给你们两个取得解决 刚才我就说得很清楚了 记录 我们要记录这个事情 投诉 投诉我们的警察的 违法问题 第一 投诉 我连是谁都不知道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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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设计不管是新事业案件 还是新事业案件 请按这个设计报案 到盘子说去 行 这个明天我们走 从下到上所有的报案程序 对 这个很清晰的嘛 来法律公司拿一个新事业 这个基本上就 我想 你现在我们想问一下 你们的出警情况昨天 这你可以告诉我吗 不能告诉 这是秘密 不好告诉你 对 我们理解 我们换一个问法 嗯 换一个 换一个询问的这样的 不是询问啊 一个询问 换一个问法 你肯定不能询问我 对 一般都是询问我 哦 毕竟警察是法律服务的强权 但是这个强权被滥用了 在昨天 滥没滥用 现在你说的不错 今天呢 你不给我一个清楚的说法 路好开机啊 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你得把我抓起来 以危害这个 煽动颠覆 国家治安罪 或者是危害公共秩序罪 你把我先抓起来 嗯 要不然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这可算不算你的诉求 是我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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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出这个诉求 这属于自首 对 我而且呢 告诉你我将犯这个事 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我不走你的正常程序 知道吧 你说我咋够来答复 这就是 这是你的问题 这是你的问题 你来是来 就是说是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个案件吗 我刚才就讲了 如果你认为 对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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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是这案案件 那么你就正规走程序网面 我们就处理就完了 所以分析不给你 这种答复是正确的 反应 我都给你答复了嘛 肯定我们会认真地在 是 你们没有认真的态度的 是 你们把我们关了 林总书都不给一个说话 你怎么认真 我怎么相信你 没有给你机会吗 没有给你机会吗 是 你关押的时候 林总书说一句话嘛 对不对 只是说 希望你谅解 这是我们上级的指示 上级是你 我们找你 你如果不给我们说法 我们明天找示威 说你不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们是叫福利学校 不是 叫你 叫福利学校把你教过来 你是刘元品的爱人是吧 是的 刘元品神仙 制造谣言 全部加消息 绕完事实施 如果他告诉我们 有完全的自修 麻烦咱们进入供应区 不关系完事实在调查中 清楚了吗 24个小时之内 你有调查完 有变相的就是 这个小伙叫变相的 不是 举串24个小时 串串24个小时 串串24小时 然后他现在在主动 和公安机关调查 主动他有灵性自由吗 我必须要问你 对 他有灵性自由吗 他在哪个地方 我们家属人间吗 肯定有人身自由 在哪个地方 在哪个地方 他您住在哪个地方 住在应该是 还是说旁边那个宾馆吧 这个宾馆教室 您能不能打个电话 给派出所首长 对吧 他硬的给告诉我们 你指定叫他不要离开吗 现在人又在继续调查 据实调查也有灵性自由 是啊 对啊 那我们家属可以检查 律师肯定可以检查 这个时候应该 据实起码家属可以检查 这个时候应该是在派出所吧 不 您知道 您打个电话 问那个邱所长 邱所长 邱所长是说 全部都要找您的 他不是提到我们来找您的 没办法 去吧 去吧 人在哪 人现在在哪呢 我 你不 啊 嗯 嗯 嗯 他们 那个 中间也拿回来没有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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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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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现在在派出所 又到派出所去啊 嗯 在 这个调什么事 现在这么晚还在叫他 那我们现在去派出所 你们见到他们 嗯 现在在去 等我去面向 哎 咱走一下啊 没关系 没关系 现在是 十点十八 那个 你们谁去通知一下 那一桌啊 现在不该怎么用啊 现在他们都不认识 谭作人我让他们看一下 谭作人长什么样 但他们都不知道 谭作人是谁啊 对 嗯 法师科科长 请到会议里来 法师科科长 请到会议里来 有客人要见 有人自首 曲杰科长 是叫曲杰吧 请到 哎呦 断了 谢谢 跟你们说清楚 你们太过分了 这些人 他妈的 身口不如 不用了 你们不用走 不用 不用 他妈的 一点肿都没有 要有一点肿都不会这样 我见过 哎呀 幸亏我们不是洋家 我们还没有洋家 那么有种 哎呀 这个社会会有很多洋家的 哎呀 人家母事实地到我们 不过这儿 嗯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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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个是交给成都公安的 这个是小羊 这个是交给成都公安的 这个是交给成都公安的 我吻情情便宜 来 别动的东西 放进去 我放在包里 没什么对不起的 我放到包里 你看着我为什么怎么办 你讲个道理 什么对不起 武警管得了这事吗 你这太好笑了 这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的私有财产 什么对不起 我又拿出来 对不起 你这开玩笑 谢谢艾老师 我先给你说一件 我们这个问题设想 你们设想我们继续设想 因为我们要有记忽 我们对你们非常地信任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 艾老师非常不信任 艾老师我跟你说 如果你到成都市公安局的 相关部门来 就表明了一种 你对我们的信任 我不是 我是通过合法的渠道 来反映我的问题 这是作为一个公民 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呢 我对你们是不信任的 我如果对你们信任的话 我不能想象前几天发生的事情 对吧 半夜熬出窗 拖到来诺打 知道吗 这个请你 也谅解我作为一个被诺打的 一个心情 谢谢艾老师 你呢都不顺眼 我希望你将来能证实 让我们重新建议 一起执行 可以都做 都不顺眼可以 你们关机都关机 好吧 好吧 把你关机 把你关机 再请那位 出去 好吗 对 你两位请关机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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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是个人类的 这是公共的 牠要拿硅定 牠静下 路线 那懂得 这位咱俩 这是一个人类的 牠们拍照 牠来拍就成功 把你举掌叫 你把油管留在那儿拴点 你把油管留在那儿拴点 把油管留在那儿拴点 我的 我没有拍啊 我什么时候拍了 你长者来干涉别人 对不对 你是什么人 你干涉到我们没有 我没干涉到你 我在发行公交路上 你管得着 你有什么权利看 你有什么权利看 你有执法权吗 你知道前世上我们就把我拿出来看 开什么玩笑 你懂得你的法吗 这我们认识在 我说你拿着法律依据 政府外面拿着不 政府能这么嚣张吗 我照张相都不行 你他妈写的一心为民 一心为民无私奉献 什么意思 你咋我们没有 一心为民无私奉献 什么意思 拿出给定来 我赶快拿出给定来 找你门了 你还想限制有公民的自由吗 那你就离开 你管不着 你管不着 你拿出执法证据 你先亮警官证 你是谁 亮警官证 警官证要什么警官证 你当然有警官证 你执法要警官证 对不对 你执法当然要警官证了 我刚给你们局长谈过话 你知道吗 能够话 他说把警官证办 我的警官证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亮警官证的刘洋 别别 我没看清楚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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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动 你别把小声闹大 我带工厂手照张相 有什么频率不让我张相 不要动 不要动 我手刑 你再把你证件刀 我看你证件 我先查你证件 知识法先查你证件 你的警察这 你要给警察先拿出来 要证件 我是警察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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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把第一条事 拿出警察 我曾经说过很多维华 在出卖自己的时候 不小心喝醉 倒在知性朋友的女人画里 算是在做几个女人 找不着人的法庭 我真的想知道 你说家伙 怎么没让我摸下来 想着这个国家 我感到我的心比他买了 像个贼一样勾芡头生 但我知道做一个坏人 比做好人更容易卸礼时好 不认识了 我进去 接下来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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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的也是上级机构 我们会做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决定 曾经你听我打电话告诉妈妈 说很快就有汽车和房子 在安慰家人不是吗 在令人烦的秘境里 他足够爱过我 在我心里 然后我告诉他城市的故事 我的乖乖 哪里有女朋友了吗 那当然妈妈 她是一个美国姑娘 跟她溜走后 我的情况更加不妙 我真后悔把真话告诉他了 我跟我以前的朋友来往 越来越少 显然是贫护差距太大 我曾步上移民到北极 我不是一个香蕉人 也不是贵老 也不是贵老 更不是回血走 我曾经说过很多鬼话 在出卖自己的时候 有时候不小心喝醉 倒在知性朋友的女人海里 算是在做见自己 找不到别的法子 找不到别的法子 我感到我的心比他还冷 像个贼一样勾欠头神 但我知道做一个坏人 比做好人更容易写离时候 吃了啦 白水的羊羞 吃了啦 白水的羊羞 吃了啦 白水的羊羞